弟兄姐妹平安 祝福大家今天有一个与神同情同在美好的一天 我们今天要来看菲利比书第一章第八节 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 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 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 那当保罗他把这个 神对于菲利比教会的祝福 透过保罗的口宣告出来的时刻 那么他更清楚地知道 或者说他更清楚地来告诉菲利比教会的弟兄姐妹 他这样子的一个感动 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情感 而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心肠 所以就是表示 当保罗这样子宣告的时候 是在激励 在鼓励菲利比教会弟兄姐妹 让他们知道他们所做的 在主里面是被纪念的 而这样一个宣告 因着菲利比教会的弟兄姐妹 他们走在和神心意的道路里面 他们听到了保罗这样子的宣告 他们的心里面也会有很强烈的感动跟回应 而这样子的一个宣告 以及回应 就成就了神与菲利比教会 以及与保罗之间一个美好的关系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期待 我们经历这样子的事情 我们在每一个困难的理念 我们尽我们的力量 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行 我们经历神的帮助 而当我们努力在这一切的状态里面的时刻 那么有属灵的长辈 他向我们来宣告 说我们所做的一切 是蒙神所纪念的 那我相信当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我们若是能够进入到这样子的恩典 这样的美好的状态 就是我们所做的 我们真知道主纪念的时刻 那我们每一天的生命 我们将会有非常大的这样子的一种动力 我们会看见我们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也就是说 我们就让我们自己进入到 神所带领我们的命定的当中 那么有些时候 其实命定 它不见得是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有很大的任务 有的时候 命定就是在每一件微小的事情里面 累积起来 以至于你成为你周围人的帮助 你成为你周围人的祝福 甚至于你愿意为了成为别人的祝福 而你到神的面前求 以求神给你更多的智慧 求神给你更多的忍耐 以至于你能够更好的去帮助 去关心去扶持 神已经凉在你周围的人 当我们愿意这样去祷告的时刻 我们来亲近神 而我相信这样的祷告 是和神心意的 而和神心意的祷告 我们就能够经历 那我们所求的无不得着的美好 当我们经历在我们所求的每一件事情 神都回应我们 那自然而然我们与神的关系 就会更加的亲密 因为你知道你的神 是每一天顾念你的神 那反过来说 如果我们所求的是出于我们的私欲 或者是我们看见别人这样做 我们也想那样做 但是这并不是上帝量给我们的 又或者说 其实神已经在我们的周围 已经放下了许多 我们需要去帮助 生命需要去学习的 人事物在我们当中 但是我们却越过了这些 看到了很遥远的国度 但是我们与我们最亲近的人的关系 或者是种种的难处 却不去面对的时候 那其实这就会使得我们 不容易真正的进入到 神所喜悦的道路里面 我们如果真知道 神是爱我们的神 真知道神的期待 是有一天 祂在天国与我们同坐宝座 那我们就要知道 上帝最重要的旨意 是将基督的生命 一点一滴的做成在我们的身上 那盼望我们能够去思想 那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 在我们现在面对的环境 我们有什么样的地方 能够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用更好的 合神心意的方式去回应 以至于能够如同 这个保罗 他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 然后能够宣告出来 成为菲利比教会人的见证 并且神也把这样的想念 放在保罗的里面 那我相信 不论你在哪里 我们在暗中所做的 那么神一定会在各样的事上 让我们知道 我们是得神喜悦的 好 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